看到學生抽到自己最寶貴的時間 去堅持、去訓練 其實我自己是很享受 好像學習一樣 要慢慢學、慢慢學 學點、學點才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大家好,我們是校園資訊宣傳組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 我們學校的排球隊教練 黎Sir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黎Sir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帶領我們學校的排球隊 參加沙灘排球比賽 和普通排球賽有甚麼分別 其實排球和沙灘排球 在人數方面有一個重要區別 一般排球的學界比賽 就是12人參與 如果是聯賽、銀牌賽等等 就是14人一隊 而沙灘排球 就只有兩個隊員一隊 一個便利性就是 可以容易組織隊員參賽 只需要兩個人 就可以安排練習和參賽 排球的技術方面 其實是更加講求一個對際 六個人的配合 而沙灘排球 就在體能的消耗方面 以及一些規則上都有些不同 首先如果是沙灘排球 我們要掌握培養運動員方面 可以向沙地高速移動 以及一個起跳 另外就是一些去升波的動作 其實沙灘排球的上手升波 是更加嚴謹 不容易掌握 一般鼓勵隊員 就是用下手去做一個升球的技術 技術方面有一個區別在這裡 我想排球是我們主要這間學校的發展項目 而我也非常鼓勵隊員在練習排球之餘 去參與沙灘排球的比賽 累積一定的經驗 以及基本功能更加強化 幫助我們在排球這項目的發展 李Sir,你作為我們學校排球隊的教練 對我們排球隊的球員 會有甚麼期望 首先對他們的期望很高 因為我希望藉著一個體育的運動 培養他們對這間學校更加有歸屬感 掌握團結的精神 另外體育本身就要求我們不要怕困難 我們要刻苦 透過很勤力的練習去不斷進步 當然拿到成績就最好 但如果拿不到成績的話 我也希望隊員在訓練 我想平時的訓練比比賽更加重要 堅持每一課的訓練 然後多一點的經歷 我們會有交流的比賽 疫情如果改善之後 我們更加希望帶隊員走出不同的地區 去多一點體會不同的比賽 令他們更加團結 還有一個在團隊生活中 慢慢更加成長的機會 李Sir,你除了是我們學校排球隊的教練之外 還要為我們持有中學的學生去授課 那麼多年你會不會遇到一些困難 以及你會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其實在授課之後 放學後再幫隊員訓練 在體力上是有點累的 但是在精神上 其實我自己是很享受 因為見到那些學生 是抽自己最寶貴的時間 去堅持去訓練 整個球隊裡面一起去成長 這方面反而是因為一個排球隊 我們一個對際項目 其實教練也是關隊的一份子 所以排球隊的隊員 是我的力量來源 他們支撐著我 堅持我每一項工作 所以我不是覺得很辛苦 只是在體力方面有點累 其實我個人是很享受的 李Sir,我想問你 希望我們無論排球隊的球員也好 我們學生也好 希望他們從運動中可以得到什麼 剛才也說過 我最希望他們在運動中 掌握到一個團結的精神 因為排球是一個團結的 團體項目 如果他們學會 我們不僅是一個人有情緒 或者一個人打不好 就整隊都頂了 反而是有一個人表現不太好的時候 整隊去支撐著他 我們一起去自己做多一步 做得更加好 幫一些狀態不太好的隊員 去發揮得更加好 扶持著他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一個對際的精神 所以希望每一個隊員 都是更加齊心 更加團結 我們去發展好自己這個項目 盡量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很感謝黎Sir今天 百忙之中抽時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請到我們 兩位排球隊的成員 過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請兩位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梁浩培 打了10年排球 我是阮麗泰 打了6年排球 好,兩位早晨 想問一下你們在沙灘排球比賽 變成獲得冠軍 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什麼竅門和心得 首先我覺得 沙灘排和正常排球是不同的 打沙灘排要被積極努力 比正常排球要更加多 而我覺得沙灘排和室內排球的分別就是 因為沙灘排是兩個人打的 而室內排球是六個人打的 運動量會不一樣 而且要依賴的隊友都會很重要 那兩位都打了排球這麼多年 有哪一場比賽你們是特別深刻的 打陪正 因為打陪正那一場 我們三排是輸了 不過最後還是贏了 而我就是冠軍戰那一場 因為一開始比分很緊 會有點害怕 但後面也調整了心態 之後就可以贏了 好 面對比賽的時候 你們是抱著一個甚麼心態 首先是要輕鬆一點 太緊張可能會發揮得不太好 其次就是要沒有… 因為一些事情而令你崩潰了 而我覺得要抱著一個良好的態度 去面對一場球 因為如果你太緊張 而且很想得分 你就會很容易失敗 所以我覺得良好的 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我想問一下你們排球隊 為了這次的比賽 都做了甚麼準備 我們跟一些師兄 他們一起去一些… 去其他地方練習了都比較久 我們也是練習了差不多半年 沙牌都有 因為我們持有本身是沒有沙牌的 而且我們持有都不會出去搞 所以我們要自己找一些師兄和人 去自己練習 正如你們剛才兩位所說 普通的排球比賽和沙灘排球比賽 是有不同的 那準備方面 沙灘排球有甚麼要特別 要多些準備 我收坑排球是比較正常 正常的排球是容易受傷 剛才他們兩個人 在沙地很容易… 如果你飛到沙地很容易 就算了 所以可能要練習一下 如何令自己不受傷 我覺得要多喝點水 因為沙灘排球是室外的 以及中午的時候 十二點幾、一點幾 就會很熱 可能會中暑 如果你不多喝點水 那你認為 打排球對你的學習方面 以及人生 有沒有甚麼得著 首先我是覺得 排球的學運動要經過很多年 要打很多年才能打得好 要慢慢練習這些技術才能打得厲害 好像學習一樣 都是要慢慢學 慢慢學 會有學師 會學一些才能學到很多東西 即是打排球會有團隊溝通 即是它會令到學習到 都容易跟人溝通了 最後了 想問一下 兩位球員有沒有甚麼 學習心得 還有運動精神 想傳遞給我們學弟 要堅持下去 因為我很小時候打 我現在有很多人已經沒有打 好像學習一樣 要堅持學習 成績會變得更好 首先要加油 以及不要埋怨隊友 因為你始終都是一隊球 所以我覺得一隊球 要團結一點 即是你一起練球的時候 可以多點點 那我們的訪問就到這裡了 很感謝兩位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在看我們的訪問 感谢观看